由于花莲县偏远地区建筑管理办法已经执行了20年 加上国土计划法即将在明年上路 为保障民众的权益 花莲县议会召开专案会议 希望能够让工部门了解民众的权益 还向正式公所建设客和承办人员 县佛议定花莲县偏远地区建筑管理办法 至今已经20多年未修订 而这次修订的目的是为了延伸国土计划的部分 国土计划的目的是解决地幕的问题 偏远地区建筑管理办法即在解决第三幕的问题 而县佛考量偏远原住民地区部落发展 并且落实建筑管理 你一定透过适度方宽建筑相关规定 简化申请建筑制造程序 年新定花莲县偏远地区原住民建筑管理办法 在一定规模之下 或是工程造价 适度放宽建筑技术规则规范适度标准 以辅导偏远原住民族部落地区建筑物合法化 程序简易化 开了这个偏乡建筑条例的一个办法的修正草案 其实是因应这一两年的国土计划 正在目前的实行过程里面 在今年跟明年应该会针对 国土计划会针对今年跟明年的一个 目前的在原乡的土地地幕上的一个调查 可是地幕解决完毕之后 当然剩下的就是地上屋的问题 那地上屋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偏乡建筑检易条例的话 就对我们原住民乡镇是非常迫切的一个需要 而且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召集相关单位来开这样的会议的目的 就是来讨论 订定这条条例是在20年前 那这个条例是不是能够再适用下去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提出来检讨 那在今天的部分的话 我们当然就花比较多时间 那也同时也邀请乡镇市公所的科长跟承办人 那一起来讨论 那样子 赵建仁解决并且提出三点结论 有关于先由黄兴提出的建议 请折成相关单位 状况必须送到华林宪议会 而建议来国想建议的建议处 应请收集各乡镇市公所提出的问题 而会设之后问题 希望能够在定期大会之前 请建设处尽速发文给各乡镇市公所 让他们尽快掌握相关讯息 并且尽速来解决问题 最后也请县府尽速召开专澳会议 要请建议小组成员 以及各乡镇市公所承办人一起研议 以利下一次专澳会报进行讨论 接着终于华世伯老